聖經一甲,我們的使命,聖靈更新,活出聖經,合一榮神。 星期一教導屬罪日 星期一,2023年9月24日傍晚開始 星期一,2023年9月25日傍晚結束 引述傳以色列新聞 標題是,今年贖罪日,一百萬猶太人相信贖罪只能來自彌賽亞耶穌, 只有才能將他們的名字寫在生命冊上。 作者主編發日期,2023年9月24日, 以色列耶路撒冷當全世界超過1700萬猶太人紀念贖罪日 被稱為贖罪日的聖經節日,他們禁食。 祈禱,去猶太教堂,懇求以色列的上帝 寬恕他們所犯的所有罪孽。 在過去的一年已經造出了承諾, 再從Rosh Hashanah新年和音Tarriwa號各日, 到贖罪日的十個敬畏日中, 世界各地的猶太人用希伯來語互相語, Katiravaketamatovah,他們本質上是在語, 願你在生命之書中有一個好的命文和密封也就史說。 他們希望上帝將他們家人和朋友的名字 永久地寫在生命冊上, 以便他們的所有罪真正得到寬恕, 並在死後能夠進入天堂永, 然後再贖罪日本身。 猶太人不會互相祝福贖罪日快樂, 因為這不符合尋求上帝的寬恕。 聖結,精神潔淨和永生應許的憂鬱、 莊嚴的語氣。 相反,猶太人通常會用希伯來語互相問候, Katiravaketamatovah準確地翻譯, 這意味著他們希望彼此有一個良好的罪中密封。 但考慮到節日的背景, 他們對自己罪愛的人說, 願你的名字被冥黑並真正密封在生命冊上, 一年幾乎所有猶太人都紀念贖罪日, 但他們如何獲得贖罪。 正如你可以想像的那樣, 所有正統和極端正統的猶太人都把這個祈禱, 禁食、悔改、尋求上帝的寬恕。 和舊屬的季節是為最嚴肅的事情, 也就事說,即使是許多,也許是大多數。 對自己的宗教不太認真的猶太人也會再屬罪日禁食, 祈禱並去猶太教堂, 他們可能不會認真對待以色列的主上帝和偉大的先知摩西所遂的一切。 但你未記第二十三章所描述的贖罪日, 就是其中之一。 你未記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六到三十二節 耶和華對摩西穴, 七月初十是贖罪日, 舉行聖會並克己, 並向主獻上數制。 當那日, 什麼功都不可做, 因為是贖罪日, 是在耶和華你神面前為你贖罪的日子。 到那日, 凡不克己的, 必從民眾剪除, 當那日, 凡在任何事的, 我必從他們的百姓中除滅。 什麼工作都不可做, 無論你住在哪裏, 這都將成為子孫後代的永久法靈。 今天是你們的安息日, 你們必須克己, 從月初九晚上到第二天晚上。 你們要守安息日, 但如果不再有聖殿系統。 今天全世界的猶太人怎麼能確定贖罪呢? 信仰耶穌是獲得贖罪的唯一途徑嗎? 對我來說, 值得注意的是, 根據最新研究, 全世界現在大約有100萬猶太人 是拿什勒人耶穌的追隨者。 具體來說, 光在美國, 就有大約87萬1千名耶穌的猶太追隨者。 大約有3萬名 請梅塞亞猶太人生活在以色列, 另外10萬名耶穌的猶太信徒生活在歐洲、 南美和其他地方。 這些猶太人相信生活在第一世紀的耶穌實現了。 希伯來聖經中古老的梅塞亞語言, 因此, 他們相信耶穌是梅塞亞。 在十字架上的死為他們的罪提供了唯一可能的贖罪。 更重要的是, 他們相信耶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是最後的證明。 證明耶穌是梅塞亞。 寬恕和永的拯救只能在身上找到。 耶穌開創了新時代。 希伯來先知耶利米所說的聖約即將來臨。 他們不再相信在聖殿中可以找到贖罪制, 尤其是因為聖殿已經不存在, 而且已經有近兩千年沒有存在了。 他們不再相信犧牲羔羊或任何其他完美的動物可以贖罪。 更重要的是, 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忽所输一比七,我们借他的血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都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启示六三比四负六,耶稣月。他们必身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的,胜利者将和他们一样穿着白衣。 我永远不会从生命拆上,抹去那个人的名字,但会在我的天父和他的天使面前承认这个名字,伟大的精神觉醒。 正如我之前在以色列新闻上报道的那样,全世界的犹太社区,特别是美国的犹太社区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精神觉醒。 犹太媒体没有报道此时,去多基督教媒体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对此进行报道。 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犹太世界最大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但这是一个让我深深感谢上帝的故事。耶稣革命的影响。 20世纪初,欧洲成为弥赛亚耶稣追随这的犹太人数量激增至23万以上。 在节目中,我逐一分享了各国有多少犹太信徒。可悲的是,这些信徒中的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和除后的苏联残暴期间被杀害。 到了20世纪50年代,耶稣的犹太信徒只剩下几千人了。然而,正如我在节目中所解释的那样,1967年的六日战争,包括耶路撒冷其般的统一,标志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接点。 圣灵开始以强大的力量在美国各地运行,有些人称之为耶稣运动,有些人称之为耶稣革命,数千万世俗的,甚至是异教徒的,精神上困惑的美国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 他们开始经历《新约圣经所悦的重生的超自然行为》,参考《约汉福音》第三章。 然后,他们开始如基此喝地阅读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定期去圣经教堂,向家人和朋友讲述耶稣基督如何自和改变他们破碎的生活的好消息。 1971年6月21日,这一现象变得如此深刻和广泛,以至于《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耶稣革命的封面故事》《时代杂志》报道月,耶稣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并且生活在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的激进精神热情中,他们以他的名义宣布了一场非凡的宗教革命。 他们传达的信息是,圣经是真实的,其会发生,上帝真的如此爱这个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刺给了这个世界。 如果有任何一个标记可以清楚地识别他们,那就是他们对一位令人敬畏的超自然耶稣基督的完全信仰。 他不仅是一位生活在两千年前的奇妙人物,而且还是一位永活的上帝,他既是救世主,又是审判者,是他们命运的主宰者,正是在这里。 犹太若美国人也开始信仰耶稣,今天耶稣的犹太追随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半个世纪后,当今世界上若有一百万犹太人相信耶稣时,犹太弥赛亚,上帝的儿子,寬恕和拯救的唯一途径,并选择根材。 这是自大约两千年前耶稣在伯利出生,在以色列土地上传到,行神,死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天复活以来。 犹太信徒人数最多的时期,这些信徒绝大多数居住在美国。 美南浸信会研究分支Nifeway进行的一项,具有旅程卑异议的研究发现,有87万一千名犹太若美国人与福音派基督徒持有相同的神学信仰。 这项研究是由耶路撒冷我平联盟委进行的,该联盟是基督教和弥赛亚犹太学者,教授和事工领袖的联盟,他的部分资金来自由故事中的米奇格拉扎博士领导的选民事工和约书亚基金会。 在节目中,我解释了Nifeway研究是如何设计和进行的,以及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实际上并不相信这些数字他们看起来太高了,但结果证明方法是合理的。 以色列圣经学院院长埃雷茲·索雷夫·埃拉斯·索拉夫博士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相信耶稣,耶稣的希伯来与原名的犹太以色列人数量已增加到大约3万人。 1948年,当现代以色列国旗搬地,预言圣地重生时,根据索雷夫的研究,只有23名以致的犹太信徒相信耶稣。 如果架上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南美的福音派和微塞亚犹太信徒,这个数字接近100万,专家们对于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存在争论,有人说是1500万,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数字更接近17或1800万,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定义谁是犹太人。 虽然这场争论将继续激烈,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相信耶稣是微塞亚的犹太血统人数以及整个犹太社区的比例激增,这是一个非凡的历史性发展。 犹太人对福音的兴趣也高涨,也许同样具有戏剧性和历史意义的事,犹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聆听微塞亚预言,阅读新约圣经记载,以及试图为自己理解福音信息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在节目中,我描述了埃雷之索雷夫博士和他在以色列圣经学院的团队管理的时工,如何制作和发布以色列犹太人的在线短片视频,用希伯来语解释为什么他们开始相信耶稣是微塞亚,以及对的信仰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这些希伯来语见证视频,每个平均持续约5-7分钟,以及其他解释福音讯息和回答拉比提出的反对意见的希伯来语视频,已经变得非常受欢迎,目前,他们的浏览指数已超过4000万次。 其他部门也在制作类似的英文见证影片,Soraf和Mitch Glaser博士之间的一个联合项目,已经制作了数十个此类视频, 目前观看次数已超过2亿次。几年前,我被要求分享我自己如何相信耶稣的个人故事,为了说明这些影片是什么样的,我们在程式上运行了我的影片,光是这两个部会的影片的观看次数就超过2.4亿次。 而这还不考虑其他部会工作的影响,过去,那些想更多地了解耶稣,以及他是否应验了古代希伯来先知写下的预言的犹太人,会觉得去教堂寻求答案会感到不舒服,去多人仍然感到不舒服。 但随着网络更重要的是智慧型手机的出现,犹太人能够在隐私和匿名的情况下找到问题的答案,没有人强逼他们去寻找。 也没有人强逼他们相信耶稣,这些事工只是向任何有兴趣行使上帝富裕的宗教,良心和探索自由的人提供答案,这项精神运动的意义是什么,令我惊讶的是,很少有福音派牧师。 事工领袖获平信徒,意识到犹太社区正在发生的伟大的精神觉醒,当他们得知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知道许多人会感到兴奋和鼓励,并渴望祈祷主继续打开我的人民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 也就事说,大多数犹太社区,不知道这些趋势线,也就不足为奇了,许多人会感到不安。 有些人会生气,还有人会好奇地问,为什么这麽多犹太人得出耶稣是犹太弥赛亚的结论? 在新约中,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粉形,当然,在洗徒行转中,我们首先见到掃罗, 他是一位训练有数的宗教法利赛人,他对耶路实冷和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而心感愤怒, 然后,我们戏剧性地看到掃罗再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与耶稣本人相遇, 我们看到他的眼睛奇般地掌开了掃罗变成了保罗,耶稣的虔诚追随者, 也是古代世界最热情,最有效的福音传到者之一。 事实上,洗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写给外邦基督徒的信中, 预言了犹太人在末后的日子将发生大觉醒的那一天, 保罗甚至预言,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 以色列传家都将得久,罗11点26分。 这究竟会如何以及何时发生? 我们不能遇,但重要的是, 教会要意识到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拥抱他,并寻求圣经来了解外邦信徒应该如何应对这些令人鼓舞的趋势。 圣经吉甲邀请大家,分享,赞好,订阅,留言,影片完结祝福大家。